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哦 相信熟悉斗罗大陆的小伙伴都知道 这是一个以实力为尊的世界 因此存在着很多实力非常强悍的魂师 例如史莱特学院的小怪物们 下面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吧 在斗罗大陆中 其实奥斯卡是史莱特奇怪中 很有天赋的一位魂师 他是大陆上第一位食物喜风号斗罗 他的地球魂机是多一半钻石城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这个魂境 到底有多么强悍 他可以让奥斯卡在战场上的能力 比对手多一半 可以说是非常逆天的 当他作战的时候 不管是自己的魂力 或是体力快要透支了 只要使用这个第九魂机 都可能让他恢复一半的体力和魂力 这个魂机可能让很多对手都无可奈何 这个魂机 会让对手觉得他在开挂一样 就会觉得很不公平 曾经他在跟金额斗罗对战的时候 他们双方的体力都被透支了 不过奥斯卡 用了一招多一半钻石城 直接满血复活了 这样金额斗罗很难接受 可能他的心态都崩了吧 比如史莱克学院这边 有了奥斯卡这么强劲的对手 可能五魂电要后悔 和史莱克学院作对了吧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